虽然说儿媳没有为公婆养老的义务 女婿也同样没有为月父母养老的义务 可生活中 如果夫妻双方都不愿承担对方父母养老义务的话 那么 这段婚姻注定难以走下去 没有谁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我们在承担为父母养老的义务的同时 对对方父母尽养老义务也是一种尽效 更是家庭和睦的第一要素 可惜 很多人看不透 只计较眼前的得失 可她的伴侣却不会惯着她 结果可想而知 父亲因病去世 34岁的江月接母亲到婆家一起生活 半个月后 遭到了丈夫和婆婆的嫌弃 江月怒斥丈夫 你妈是妈 难道我妈就不是妈 你就抱着你妈过去吧 江月的原生家庭有点复杂 母亲在她快满两岁的时候发生意外走了 母亲走后的第二年 父亲重组家庭 江月不但有了继母 还多了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姐姐 大家都说有了后妈就会有后爸 可对江月来说 有了继母后 她才真正感受到母亲的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继母对她的好 真的没话说 连继姐都有意见 还常常质问继母说到底谁才是你亲生的真女儿 每次继母都会说你是姐姐 应该多让着妹妹 有时候连父亲都看不下去了 劝继母说你不能为了妹妹而委屈了姐姐 那可是从你身上掉下的肉 我们应该对她和妹妹是一样的态度 不然的话 只会让她们姐妹之间产生矛盾 只有奶奶经常叹气说都说后妈难当 她也是不想被别人指指点点 说她苛待继女才会宁愿委屈自己的孩子 也不想委屈继女 奶奶和父亲的明示力和宽容 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弥补了继母对姐姐的亏欠 同时也让姐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可以说继母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得父亲和奶奶对姐姐的维护和疼爱 或者可以说继母的付出让整个家庭变得更加和睦 而姜月的身上完全看不出重组家庭常出现的负面情绪 反而她的身上充满了阳光 这都得益于她有一个活得非常通透的继母 她和继姐的关系也非常好 虽然偶尔会有争吵 但是正如长辈们所说的 哪有不吵架的兄弟姐妹 后来姜月多了一个弟弟 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在家里的家庭地位 继母对她还是一如既往的疼爱 而且在学习上对她的要求非常严格 继母说女孩子只有明示理之对错 才会懂得自律 懂得明辨是非 懂得那些东西不能碰 那些东西是自己必须维护的 要有正确的三观 这也激定了姜月和继母之间 不是母女圣寺母女的感情 而正因为有继母在一旁督导 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 姜月从不敢懈怠 任何时候都是认认真真 力求做到最好 得益于有这么一位严母 姜月变得非常优秀 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某银行工作 后来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第一次考就直接通过 只是在她身上唯一算得上缺点的 就是太过重情 她的丈夫就是从学校到婚纱 站在父母的角度来说 她的丈夫并不是合适的对象 可姜月却非君不嫁 当时父母在见过她的丈夫后 都不赞成她的选择 特别是了解了南方的家庭状况后 都不支持她 甚至可以说反对 而他们反对的原因是 南方的父母为人比较刻薄 不好相处 而且从几次的短暂接触中 男友的表现他强人意 可奈何姜月喜欢 父母反对也没用 果然在关键时刻 丈夫和婆婆的做法 令姜月寒透了心 那一年 父亲被查出患上肾癌 割掉了一个肾后 本以为可以活多几年 可是 癌细胞转移得非常快 一年后就转移到膀胱 然后整个腔腹都是癌细胞 拖了半年多后 父亲不愿意再接受治疗 他说与其这么痛苦 没有尊严地活着 不如早点解脱 最后 父亲在医院里病逝了 父亲的逝世 对姜月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对继母而言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继母在父亲的葬礼上 哭晕了过去 那几天 她不吃不喝地守着父亲 都是靠着挂业来支撑 大家都劝她想开点 说人迟早是有这一天的 再说 你哪怕不为自己 也要为孩子着想 他们需要你 可继母却说 我只想最后多陪陪她 这一别 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以后哪怕想陪她 都没有机会了 送走了父亲后 姜月放心不下继母 可当时积节在国外 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后 就匆匆出国了 弟弟还在读大学 能照顾继母的 只有姜月自己 可考虑到 儿子马上就要参加高考 如今正是最关键时候 她根本不可能 留在娘家陪继母 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继母接过来 一起生活 本来继母并不想打扰姜月 说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她让姜月放心 可姜月怎么可以放心 好说歹说才把继母说服 接到身边一起生活 只是姜月怎么都没有想到 才刚过半个月 婆婆就开始闹情绪 还当着继母的面说 明明嫁出去的女儿 就是泼出去的水 哪有在女儿家常住的道理 继母实在住不下去了 为了不让姜月难做 就对姜月提出了回家 可姜月怎么舍得 让继母在自己的面前 还要受这样的委屈 她本身就不是那软弱 怕事的人 更何况 继母还是她最在乎的人之一 当天晚上 她找到丈夫 希望丈夫出面处理这件事情 毕竟 涉及到婆媳之间的问题 只有中间人处理 才是最合适的 可是 丈夫却说 难道我妈说错了吗 本来你妈在我们家常住就不合适 我认为我妈说的并没有错 姜月可能做梦都没想到 丈夫会是这样一个态度 她愤怒地指着丈夫 说 一个女婿半个儿 我妈为什么不能在这常住 再说 我妈是吃你的还是喝你的 她有花过你一分钱吗 你什么都没有为她做过 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 再说 这些年我有亏待过你妈妈 她在我这 比在她女儿家还要过得潇洒 想的是谁的福 你心里没数吗 姜月的话 可算是掀开了丈夫的遮羞布 她恼羞成怒地反驳姜月 说你是做儿媳的 难道不应该孝顺婆婆吗 再说 我是儿子 妈跟着我养老 不是天经地义吗 姜月已经不想和丈夫多浪费口水了 她直接用行动来表示自己对丈夫的失望 还有对婆婆的寒心 记得在婚后第三年 姜月目睹丈夫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因被儿女嫌弃 只有每天出去捡破烂来养活自己 这对姜月的触动非常大 她觉得老人实在太可怜了 为了让老人能够生活得好一点 她每月资助老人五百生活费 而老人因为有了姜月的资助 日子才好过一点 起码不需要拖着一副老弱残体症生活 丈夫知道后不但不支持 反而说风凉话 说她钱多到花不完 才会给一些不相干的人 婆婆更是直接让她每月给两千零花钱 还威胁姜月说 如果你不给的话 我就去找她把钱要回来 反正这是我儿媳的钱 她也不敢不给我 再说 你连一个外人都能给 为什么就不能给我 为了不让老人难堪 姜月虽然知道婆婆是胡搅蛮缠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婆婆 每月固定给她两千 如今姜月真的觉得自己没必要对婆婆客气 她不但停掉了婆婆每月两千的零花钱 还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 把卡里的钱转走了十二万 关键是原本打算给小姑子赔嫁的二十万小轿车也退掉了 而为了不影响女儿高考复习 姜月带着继母在女儿学校的附近租房住 不但拉黑了丈夫的联系方式 还断了房子的月工 丈夫刚开始对姜月搬出去住并不在意 她以为姜月只是一时赌气而已 气消就会自动搬回来 可姜月的做法完全超出了她的意料 当她快要被一个个催缴房贷的电话逼封时 她才知道姜月的重要性 而当她被母亲和妹妹逼问 甚至在她面前大哭大闹时 她真的慌了 没有姜月的支持 这个家快乱成一锅粥了 她想让姜月搬回来住 可却找到姜月 无奈之下 她只能找女儿 可女儿的电话永远在关机状态 为了找到姜月 丈夫只能到她的单位去找她 可单位里的同事却告诉她 姜月已经掉岗位了 丈夫快要崩溃了 原本还想着找姜月理论 可到了现在 她只想姜月快点出现 快点恢复到以前的生活状态 可她不知道的是 哪怕姜月出现 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生活状态了 两个月后 婆婆生日 消失了两个月的姜月 终于出现了 丈夫高兴得都快要哭了 而那个对她一直爱白朴的婆婆 也天方夜谭般堆满了笑容 还讨好的问她 亲家怎么没来 我们都盼着她能来 姜月虽然不想破坏婆婆的生日宴 但到底还是一男平 淡淡地说嫁出去的女儿 哪有养父母的道理 我妈哪能跟着我养老 她有儿子 这不 她跟着儿子了 不需要我了 姜月的话让大家的脸色都不自然 特别是婆婆 哪怕明知道姜月是故意气她 她也只能忍着 不敢再让姜月生气 也许这就是有所求的那方 始终无法应气 婆婆正是如此 她还幻想着说几句好话 哄一下姜月 让姜月还像以前那样 每月给她两千的养老钱 可今日的姜月已经不是昨天的姜月了 她已经对婆家人不再抱有希望 更不会像以前那样 事实为婆家人考虑 出钱出力 宴席结束后 婆婆还没来得及开口 姜月直接说你不是我妈 你养老靠的是儿子 不是我 再说 正如你所说 你根本不需要我 既然如此 以后你有事就找你儿子吧 我只负责我自己的妈 接着姜月转过身 对着丈夫说 以后无论是房贷 还是家庭开支 我们平摊吧 总不能指望 我一个女人全包了吧 再说 你总说自己是男人 那么你就做个男人 让我们看看 处理了这些乱麻后 姜月觉得压在心里的火气 终于散了 其实 生活中 很多人都习惯了去索取 而不但忘了付出 更甚至忘了本分 从而变得贪婪 自私 阴暗 就如同文中的丈夫和婆婆一样 他们习惯了享受姜月的付出 甚至还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完全没有想过 那根本就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 他们完全没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可耻 还暗暗地想要在姜月身上 剥夺的更多 都说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他们同样需要 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记得有这样一句 爱与尊重都是对等的 不管任何关系 都应该建立在对等上 只有这样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才能变得柔软 才能长长久久地走下去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 点赞订阅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我